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计划里面 也分了三种好像有点混淆 也有金 银 还有最高等级是搏金 但是这两个不一样 那这个金子的话 这个搏金我们讲是不同的东西 就像苹果跟橘子是不能对比的 所以我们今天现在讲的是 不是全民健保的搏金计划 而是全球医疗的搏金计划 再回答你刚才有问过我说 这孕妇来海外的 能不能够买奥巴马Care 能不能加这全保 那有人买到了 也有人用了 有人买到了 那这个是对的吗 他们还可以继续再下去买吗 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 又是对又是错 到底对还是错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让人傻傻吩咐清楚 对 原因很简单 如果说今天保险公司的门没有关 或者是说 你今天没有社会福利卡号码 在Open in Roman的期间 你也能够买到健康保险 那请问这些旅游签证进来的 他没有说是Standberg 他又正好碰到Open in Roman的 window里面的时候 他来买保险 他自己付钱 一年付250 不 一个月250 300 他可能买了三个月 花了900块钱的保险费 买了一个搏金计划 也是最好的计划 然后生了一个baby 花了保险公司3万5万 请问你花900 然后保险公司付3万5万 其他的这些费用谁来负担 这都是纳税人交的钱吗 不是 你我交的保费 这跟纳税人没关系 那如果是你去用了白卡 使用纳税人的钱 可是如果是你今天买了保险 花了900 花了5万 付900块钱 而且奖售的福利可能5万 甚至于50万 更甚至于到500万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所有 在美国生活老百姓 所花的保险费来帮你分担的 而你还理直气壮 说我是买保险的 OK 那我真的在讲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在去年2014年 我爸妈叫刚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东西yes跟no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是有这种孕妇来买保险 而且绝对不到5个 就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情 什么意外 有一个孕妇要早产了 他的院子中心打电话过来 请问张国新先生在不在 那我们就说请问有什么事 他说我们有一个孕妇要早产了 保险还没生效 请他拿5000块钱来付 医院的保证金 然后后来我听了这个message以后 我就在想 我是小孩的爸爸吗 不是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大家都要问你 不是 他要我去帮他付钱 后来我就直接打电话回去问说 这招挺好用的 下次是不是其他的孕妇也可以这样用 后来我真的就问他说 小孩子的爸爸是谁 是我吗 我好像没有啊 你确定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有可能 就是今天 就是说那些人拿了这些孕妇的钱 来这样子买了ObamaCare 然后还要来做这样子后面的动作 真的 我说从那一次的事情之后 刚刚ObamaCare开始开放的时候 我就碰到了 我就投降了 我说这些人 我惹不起你 我躲你远一点 所以说华欣保险 从此之后 用任何人来问 你们卖不卖这种孕妇保险 旅游来的孕妇保险 我们一律不碰 哪怕很多人是卖这个保险 很多人卖了这个 后面想要卖它的人寿保险 因为人寿保险可以赚钱 可是前面这个保险是钓鱼 用的鱼饵 我们华欣保险绝对不做 因为到最后我刚刚讲过 用了全部我们的保险费 我们这个保险制度 挖再大的洞 挖再多的钱 也不够这样的田 所以说搏金计划 刚才讲另外一个搏金计划 你如果真的是买了 这个全球医疗保险 在before你怀孕之前 你就买了 来美国生产 你用这个保险 2000块钱 1000块支付 1000块口碑 总共付2000 你就大大方方光明正大的 说我有保险 到了海关进关的时候 我来生产 这是我的保险单 请问你用哪一个地方犯法了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按规矩来办事情 没错 小孩子出生之后 小孩子出生之后 然后他的宝宝带回了家 带回了国内 到了北京的民医 到上海的医院 或者到台湾的民医医院里面 很多都跟保险公司有合约 所以你的小孩子 到了海外以后 回到原居住地 也有保险 这不是一级两得的事情 我们现在这段广告 晚上回来